我叫王永利 王永利 您能说一下您今天到这来是做什么 我今天来上法 喊冤 没办法 因为法院 走去法院 法院全部判决我们都是 他都是说合法的 你看 其实上他们法院判决 全部不合法 都这样做 都判决我的房子队 早上五点半钟 这个产牵欧姬一起来 跟我老婆 我老妈子 跟我任务联 一起 就是扳住 扳住 就扳在我的房子 就是带手炕 那您跟我能说一说 您这个也是 是第一个出国去上访的人了 因为我是这样跟你说 我出国 我不是这样出国 我是贪我儿子 贪我儿子呢 我呢 有国回不去 有家回不去了 为什么回不去 不让你回活 不是这样 我的家都给人拆了 我回去有什么用呢 你说 你说我 我过来的时候 就是很好的 家里 回去了 我老婆去上法 他连个公家都不盖给我们 我们怎么去上法呢 你上法你都没有证明 也没有什么东西 你说我 我们怎么去上法 根本上法不了啊 胡锦涛 不会 会不会听到你们的声音呢 我应该 应该作为我一个公 中国公民 应该呢 他应该是 应该 实际上这个要主席这样做了 这个小事情 但是没办法 我们也也是一个小 小个小老拐庆 也没有办法去做 因为他根本都不拆我们 都说当地法院 先跟他们搞定 然后以后跟他们算账 就是这样 搞定我都不敢回国了 我现在我老婆在医院 我老婆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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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个事情 也删掉 为了我 我越武林的 就是 就是用这个 齐有平跟他们对抗的时候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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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迷 通知是已经出了 已经差不多要洗了 后来他们法院呢 有点怕了 怕了就是抢回来了 就是这样 那么 呃 您有没有想过 呃 您的这个抗议行动 我现在不是抗议 我现在是 深渊 闪渊的这个行动 这个呢 我现在连国都飞不去 你要我去哪个地方呢 副警察刚刚来 我的最好的 这个机会 就是这样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全世界的媒体 现在都聚焦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会看到你 我也没办法 我又不想走到这步去 但是他当地政府 他根本都不跟我们